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 请把进口日期 你等一下 我还是觉得这个进口日期很奇怪 我先进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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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日期 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个处理 来请点 常用 底下的转换资料 它虽然现在已经改成日期了 可是很奇怪 它给我看起来的感觉 它不是日期 它是文字 所以请你们先点这个进口日期 改成文字 然后取代现有 可以吗 你先把它改成文字 因为我只能先恢复原状 然后再去调整变成日期 取代现有 好 来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 我看看现在这样有没有变成正常 谢谢大家 我的日期还是不正常 谢谢 如果不正常 我们可能就必须要自己手动来去做这个进口日期了 谢谢 因为这边前面一定要出现日期才是对的 好吧 麻烦请你们点常用转换资料 然后进口最右边这个进口日期 你点这个地方 是不是只有看到一个 对吧 你们应该都只有看到一个是不是 你们看到几个 就是你点这个进口日期 这个进口日期标签名称 等一下 一度吧 那请点这边 观音听话赶快点一下 没有吧 那你就说没有就好 对吧 这是不正常的情形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他是不是我已经 请问这个是不是标准日期的 简短日期的呈现 然后这边是不是出现这个日期 这都是对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就是认为他不是日期 因为他刚刚那个地方前面 他是一个没有任何符号 对不对 好 可是我刚做了一件事情 我这边我再没办法解释 他新改成这个版本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这我不晓得 可是请做这一件事 这边进口日期 这边进口日期 右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这个 这个三圈柳 他是不是只有一项 对不对 好 来请点载入更多 我不晓得为什么他只载入一项而已 让他跑完 让他跑完 让他去跑什么呢 跑进口日期 整个从第一笔全部跑到最后一笔 他刚才跑到第一笔就结束了 因为我猜 这是我猜的 他认为因为预设是文字 他外显出来也是文字 所以我猜他根本就没跑 他认为那边是错误 要等他跑完 等他跑完 他现在也在跑 我的还在跑 你在跑完 跑完是不是出现很多个 好 这时候按确定 按确定 好了 然后 接下来请点常用 底下关闭并套用 一定要看到这个这个镜头日期前面 他是一个日期的符号 好 等他跑完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你们所有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所使用的电脑 可能都没有独立显示卡 对吧 因为 因为 反正就是 他会认为独立显示卡是很贵的一个东西 不需要在文书处理的电脑上面装 好 好 好 还是不行吗 好吧 那就只能我用重新再复制出新的日期 好 好 跟着我一起做哈 来 请点 可以 常用底下的转换资料 好 好 进口 进口 进口这个茶群 进口茶群 拉到最右边 然后 这个进口 麻烦请复制资料行 就是把进口日期再复制出一模一样的资料行 他叫复制资料行 我来滑鼠右键 然后复制资料行 然后请把这个名称 请把这个名称 快速点两下 就是重新命名 改成2 就是不可以栏位名称相同嘛 所以我干脆就叫进口日期2 然后接下来呢 刚刚的动作重新再做一次 载入更多 知道了 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疫情 我有做好观灵 我这次应该可以的 然后点确定 然后接下来请常用底下 关闭并套用 然后等一下要等他套用变更完毕 套用变更完毕 套用变更完毕 这个进口日期2的前面就会有日期的图示了 我大概应该知道是因为说我的关联已经设定住了 好 现在这张图 这张图本来是不是用进口日期 请把进口日期2直接用拖曳的方式拖到轴正里面 然后请你再把刚刚这个进口日期给删掉 好 然后再稍微解释一下 出力化分析 出力化这是第一个 你这是你一定要先做的事 好 咱们 请不介绍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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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我们在做 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粗粒化 也就是年用一个值来去呈现 而不是12个值来去呈现 请问一下 我们在就是说 很细致的用月来去看 跟用年来去看 很粗放的用年来去看 他所得到的结论 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还是会有一些细节是会有差别的 好 我们来去做 来去看一下 这样子的比较 通常我们会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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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